美女帅哥云集的新剧 今天终于开播了 故事由三个女人开始 她们是大学里最有名气的三朵笑话 其中身材火辣妖娆妩妩媚的叫做小妮 同时也是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女王 而气质高贵优雅端庄的叫做小妮 是一个梦想能成为演员的富家之女 最后一位身材娇小表情慵懒的叫小黑 总喜欢泡在各种夜店里喝到烂醉 而她之所以如此放纵自己游戏花丛 是因为她爱上了闺蜜看上了男人 这天正好是愚人节 也是小帅的生日 小红特意邀请两位好友一起去泡吧 打算趁着今晚向小帅表论 殊不知在这一夜过后 她就即将再也无法开口 此时心情飞扬的三人 正在小白家中挑选着漂亮衣服 在一番精心打扮过后 就准备开启璀璨的夜深舞 谁料刚下楼就遇见小白的男友 控制欲极强的阿海 不愿女友跟着闺蜜一起出去滚滚 但在小红再三的保证下 只能勉强同意了下来 但却提出一个要求 说凌晨一点必须接她回家 三人一到达夜店 就立即融入了其中 随着音乐的节奏随意地跳起舞 一边享受着手中的香槟美酒 一边等待着心仪猎物的出现 为了让这个夜晚播得更加远去 小红给每个人设下了一个目标 过着当大夜深被返带 完了小黑被要求今晚不许喝醉 而乖乖女小白被要求被某人带走 三人的话刚说完 目标小帅便出现了 小红立即丢下好友走了过去 直接将对方带到一边的巴海 还为她点了一杯火焰烈酒轻声 远处的小黑看见这一幕心中难受不已 转眼又看见总缠着自己的渣男走过来 于是索性直接躲进了厕所 独自看着手机上的照片伤心 原来她与小帅曾在之前就相处 小黑本想删掉照片断了念想 可手指却不听话地停在半空中 此时小红已经成功将小帅带进角落 然后故意轻轻触碰上对方的嘴唇 小帅终于忍不住揉住她吻了浅 而越想越难受的小黑 终于还是来到吧台不停地灌酒 这边小白还没玩上一会儿 男友催回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心情不好的她刚回座位坐下 就收到了视镜失败的通知 发现是小红顶替了自己的位置 气愤地喝下几杯酒来到舞池中央 正当她随意摆动身体发泄情绪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的男人 对方直接冲得小白撞了过去 然后又伸手轻轻搂住将要摔倒了她 看着眼前凝视自己的帅气男人 小白情不自禁沦陷在对方的眼神中 于是两人就这样共度了甜蜜一门 可第二天一早 她却在男友的房间里醒 一时间有点难以置信 询问男友后才得知 昨晚她将自己接回了警 正当小白疑惑不解释 小黑在脏兮兮的垃圾堆中醒 一时竟也想不起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两人的好友小红 此时已经死在了公园里 嘴角还有被殴打的痕迹 没多久小白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 赶到医院发现好友已经死亡 难以接受的她忍不住留下了眼 因为死者小红是个很有名气的王 为了防止网友无止境地胡乱猜测 警方在发现尸体后立即着手开始调查了 小黑刚在家中整理好自己 就从朋友口中得知小红去世的消息 还来不及从震惊中缓过神 又被警方叫到警察局路口供 她将喝断片之前发生的事缓缓到了 昨晚志在必得的小红向小帅告谈 谁料却被对方以心有所属为由拒绝 怀疑她喜欢的人其实是自己的好朋友 颜面近视的小红将小黑叫到停车场 见小白也跟了过来 便让她拿出手机拍下视频作为证据 然后质问小黑与小帅到底是什么关系 见她支支吾吾瞬间明白了一切 当即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两人在停车场里为男人大吵了一架 生气的小黑回到夜店不停喝酒灌醉自己 而喜欢她的花花公子 RJ一直黏在她身边 之后她就彻底喝断片了 女警员接着询问小黑 他们已经查看过夜店的监控 小红在凌晨左右开车离开夜店 而发现尸体的时间在凌晨四点半 这期间她在哪里 可小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只知道醒来时睡在垃圾桶旁了 于是女警员又询问 昨晚谁是最后与小红在一起的人 小黑脱口说出了小白的名字 于是小白也被叫到警局询问 小白表示昨晚男友将自己接回了家 而男友海哥也向警员证实了此事 但小白其实对昨晚发生的事根本记不 白天小黑来到学校 发现昨晚与小红争吵的视频在网上封出 于是生气的找到小白质问 小白却表示自己是被小红逼迫 若他不上船小红就会与他绝交 就在小黑要发飙大吵大闹时 一旁的小帅将他拉到外面 安抚了他的情绪后又向他告白 两人情不自禁稳在一起 这边警方查看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 发现小红在死之前并没有站在桥上 以此证明他不是自杀而是被人谋杀 而这边的小白刚才其实说了 昨晚在小黑走后 他也因被好友抢走了失禁角色 与小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生气的他回到酒吧后开始灌酒 然后在舞池中遇见了一个神秘男人 次日小红的尸体还没彻底完成尸检 姨妈就紧急为他举行了葬 小白到达时发现有许多记者在场 朋友小黑还在因他上传视频的事而生气 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了惊呼声 原来小红的社交账号突然更新了 在大家的震惊中 小白却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他来到外面缓解情绪 却遇见昨晚与他在一起的神秘男人 男人质问他为何要向警方说 昨晚他明明与自己在一起 可小白根本想不起对方是谁 也丝毫记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 小白不愿再与他多说 只是静止回了追到会现场 谁料男人也跟着他走近 并在他前方不远处坐了下 不知为何 这让小白感到十分不安 而男人与小红其实以前就认识 因为小红的家境贫寒 男人总是尽可能地帮助他 并将他当作妹妹一样疼爱 但在让小红考上大学后 男人因得到奖学金去了博外生造 为了使小红已成为网上大有名气的网 为了掩盖自己贫寒的家境 小红不仅经常向小白借名牌来穿 也同样经常向男人借跑出来 也正因如此 男人被警方叫到警局询问细节 对于小红的遇害男人十分震惊 在他的印象里 那晚他是与小白在一起 但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警察 这边被当作嫌疑人的小黑 为找回当天喝断片后的记忆 与小帅来到曾经睡倒的垃圾堂旁 两人询问一旁面条摊的大妈后得知 那晚有一辆黑色汽车在凌晨四点 将他丢在垃圾桶旁就飞驰离去 白天警方调查小红遇害事件也有了进展 得知他在去世之前 曾多次来过这家旅馆 而旅馆因系统升级 将监控视频全部删除了 此时警方在房间内发现了毒品 于是女警再次找到小白与小黑 询问两人是否曾与小红一起吸毒 但得到的回答均是没有 就在两人离开后 小红的社交软件又突然更新了 是小黑杀了我 并说要让每一天都成为渔远警 因为小红是拥有百万粉丝的网 闭时间网上的舆论集体攻向小黑 让他彻底陷入了风 不明白到底是谁想陷害自己 小白再次来到影视公司参加试镜 可还没走远就听见导演对他不满 就在他郁闷地要离开时 也看见了小红玩笑般的铁 警方未查出到底是谁操纵了死者账号 分别对几次发帖的地点进行了定位 却发现每次发布的IP都相距甚远 而小红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 这也让调查陷入了困境 次日小白控制欲极强的男友海哥 来接他再次前去小红的葬 车上海哥想与冷战中的女友服好 可小白却一点也不领情 直到男友说出 他认识之前试镜公司的老板 会去替他向对方说说好话 这才让小白对他的态度稍稍软化下来 两人到达追悼会现场后 海哥看见坐在角落里的男人 心中的怒气瞬间爆发出来 当即小生又凶狠地质问你 坐在那里的男人是谁 小白心虚地表示自己不认识 猜测可能是小红生前的朋友 海哥却立即指责女友在撒谎 此时的小黑 不知道该如何做 才能洗清自己的杀人嫌疑 男友凶狠地甩了女友一巴掌 还不断用粗鲁的字眼辱骂的 只因看见女友倒在别人怀中 便怀疑他让自己头顶长了青草 就在他继续伸手要打小白时 刚才的男人及时出现制止了他 阿海生气地上前想教训对方 谁知却被一拳狠狠击中腹部 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被人带走 车上男人询问小白要不要去报警 可小白只是摇头哭着说不想回家 于是男人只好带他回了自己公屋 就是这一夜 小白的好友小红离妻死在了公园 警方也在不断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 他们在监控里看到小白被阿海带 于是认为他所提供的证词是属实的 那么小黑就成为杀害小红的头号嫌疑犯 因为警方在他的尿检中检测出了毒 而且那一晚他还曾与小红发生过冲突 起因是小红发现自己看上的男人 竟曾在私下与小黑有过亲密交往 怀疑被背叛的小红与小黑大打出手 殊不知小黑是在他之前认识的小帅 并且正在被小帅追求的过程中 发现好友小红也看上了小帅 于是为了友谊他选择了牺牲 放弃了这段刚开始萌芽的感情 那晚吵玩架的小黑来到吧台不停灌酒 并遇到一直黏在他身旁的花花公子RJ 次日酒醉醒来后RJ还曾给他发过短信 小黑觉得若想洗清自己杀人的嫌疑 也许得去找花花公子RJ询问细节了 白天阿海陪小白参加完小红的葬礼 离开时又开始对女友大发脾气 只因刚才他在葬礼上 又看见了那晚带走他女友的男人 不禁怀疑两人背着自己私下还有联系 尽管小白不停解释对方是小红的朋友 可阿海却根本不相信 此时朋友北爬突然打来电话 说今晚要来阿海的家中看球 小白不想打扰便说会自己回家 可阿海却认为他是在找借口去见那个男人 无奈之下小白只能随着男友的畏惧 北爬带着女友一起来到阿海的公寓 在聊完天后掏出了一袋面子 小白心知肚明起身想要离开 却被男友伸手强行拉住 只能被迫乖乖坐了下来 早晨小白一回到家 就收到母亲严厉的一顿指质 问他为何整晚都不接自己电话 又警告他别像小红一样随便 到时候不小心死在哪都不知道 可以听他是在阿海的公寓过了夜 立即就放下心让他先去吃个早餐 小白终于忍不住张口询问母亲 是不是一心只想让自己与阿海结婚 而母亲却说对方有钱长得又帅 若他没能成功当上演员 至少结婚以后也能一事无忧 还说能攀上阿海是他修来的福气 不想再听母亲的话 小白当即回了房 就在他郁闷之时突然收到一条好友厌证 这才知道了那晚就他的男人叫做齐武 两人一见面 小白就开门见山让他不要再联系自己 因为不想再让男友误会两人间的关系 齐瓦却解释自己是小红的男人 并将那晚与他在公寓的事说了出 希望他能向警察说出事情 可小白不愿配合并起身离开 齐瓦只能再追上他后打开了手机 画面上清晰可见 小白是在凌晨4点左右离开他的公寓 而这段时间正好是小红遇害的时间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他曾参与吸毒 而好友小黑尿液中也检测出毒品成分 看见新闻后小白迅速来到了男友家中 谁料竟在门口遇见一起吸过毒的北怕 进屋又发现男友正在给一个人打电话 警告对方赶紧将牵扯的事情解决干净 心中疑惑的小白轻轻呼唤了一声男友 却让阿海当机神色紧张地挂断了电话 小白询问男友那晚他穿的衣服在哪里 阿海却立即说已替他送去店里干洗 因害怕男友牵扯进好友死亡的案件中 小白劝他暂时不要与北怕来往比较好 但阿海却以正与对方做生意为由拒绝 原来北怕是小红曾经相处过的男人 几人认识后便邀请阿海一起做生意 齐瓦为了找寻小红真正的死因 来到他的姨妈家中寻找现实 看见床头柜上的那张明信片 不禁又想起他刚工作回国的时候 小红见到他开心不已 发现他买了新车更是兴奋地想开一下 之后齐瓦见他喜欢便将自己的车借给 谁料这句话竟真的在几天前营养 齐瓦收起伤胆的情绪 开始在小红的房间里翻转 发现每个床头背镜都被锁住了 于是他下楼找姨妈寻找钥匙 但姨妈却表示自己不知道 还不停指责已经死去的侄女 不仅自己行为不端还一直给他忍了 表示等葬礼结束就立刻将尸体裹化 搜寻无果的齐瓦正要开车回家 却突然发现身后有一辆车在跟踪 可当他被前方路过的车逼停后 身后的车却又从他旁边开走 小黑为了洗清自己的杀人险 找到RJ询问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RJ却说那晚他在喝到烂醉之后 曾在他的家中与他们一起吸毒 小黑听后更加疑惑了 询问那为何他会在垃圾堆中醒来 RJ却糊弄说天快亮他只要回家 但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清楚 小黑听完他的解释正打算要离开 却发现小帅在角落里听到了一切 这边小白因怀疑男友有事瞒着自己 便在半夜趁对方睡着悄悄查探他的手机 发现最近几天他给RJ打了许多通电话 于是便尝试着拨了回去 没想到对方接起电话直接告诉他 他已经撒谎将小黑糊弄过去了 还催促阿海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 小白听完惊恶地立即挂断电话 又将手机放回原处才轻轻躺回床上 然而就在他闭上眼后 阿海却悄悄睁开了双眼 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女友 白天起瓦害怕小红姨妈会暗遭捕首 便想将她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 可就在他上楼收拾小红的东西时 却发现小白正在衣柜里翻掌了什么 小白解释他只是来拿借出去的衣服 并表示自己不是杀害好友的凶手 小白也想知道男友到底做了什么 于是便决定与七娃好好聊一聊 这边的小黑来游泳社找到小帅 解释他并没有杀害自己的好友 也不相信那晚他与RJ在一起戏 小帅看到了他眼中的慌张 于是上前一把将小黑抱在怀里 并表示会帮他找到证据证明清白 而这一幕被远处的教练看在眼里 男人狠狠甩了女友一记耳光 力道大到直接将人扇倒在地 接着不停用脚踹在对方身上 腹部剧烈的疼痛让小白蜷缩在地上 没一会儿 已知稍稍回笼的阿海见状 又关心地蹲下询问里有痛不痛 见他满脸泪水拒绝自己的触碰 又开始轻声道歉自己本不想这样 面对男友洗脑式的告白 小白竟轻易地原谅了 几个小时前 小白为了弄清男友是否与小红的死有关 再次找到那个神秘的男人七娃 七娃说出了北怕正在贩毒的命 并表示他的男友也有参与其中 还怀疑小红是因勒索阿海财运 因为那晚小红死前曾经打电话的 表示若今晚他死了就是被人谋杀的 可七娃的这些话都没有证据来证明 小白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向小黑询问 想知道小红是否曾经与男友有过过激 谁知却在家中遭到男友的一顿捕打 电话那头的小黑听见声音迅速赶灌 一开门就见小白正瘫坐在地上 当即愤怒地上前指责阿海 阿海一气之下又对小黑实施暴议 小白为了阻止阿海迅速拿起桌上的酒瓶砸向男友 玻璃碎片划伤了阿海的皮肤 愤怒的阿海再次狠狠给了小白一巴掌 接着抓起他的头发想要继续叫售 小黑连忙抄起地上的碎酒瓶子 忽在小白面前警告阿海不许靠近 接着便开始拨打电话想要报警 终于成功将愤怒的阿海吓走 而小白为了不破坏与男友的关系 挂断了小黑为他报警的电话 两人坐下来谈心 小黑不明白 为何他要忍受这样的家暴行为 小白却替阿海解释 他只是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况且马上自己的第一部戏就要开谈 他不想再牵扯上小红的遇害暗后 又出被男友家暴的新闻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小帅发现勇队队友奈特最近十分焦虑 于是便趁机询问他与RJ之间的事 谁料奈特竟说出了那晚 RJ在小黑的酒中下了一种心性毒品 接着又命他们将人带到了一家酒地 小帅听后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小黑 接着就要带奈特去警局详细说明起 谁知奈特却因害怕吓得当场拔腿逃跑 结果不小心被路上的汽车撞了 而这时齐瓦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 警方正在积极调查一种 名为一夜清欢的心形毒品 这时突然一个电话打不过来 对方表示他已经拿到了证据 而小白在小黑离开后 将之前的所有事情串联起来 发现男友可能真的在犯罪 于是他再次找到了齐瓦 想知道更多的相关细节 却发现北趴的女友米尼也在这里 原来米尼是齐瓦放在北趴身边的窝 这边小黑来到医院找到小帅 得知那晚自己竟被送到了小龙的房间 深夜里 男人正准备接女友回家 一具尸体突然从天而降 直接掉落在了她的面积 看着刚才还戏耍自己的女 现在已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阿海惊恐地跌落在地上 此时她的大脑里一片碰烂 可一分钟后她便冷静下来 黄布四周发现并没有人看见 连忙将尸体藏进车的后备箱 此时女友小白慌张的跑官 一句话还没说完 便直接晕倒在阿海怀中 阿海在安顿好女友 愤怒地来到公寓里质问了RJ 可三人对于小龙的死云 原来就在几小时前 小龙被自己喜欢的男人拒绝 而对方喜欢的正是她的闺蜜 使她难以接受发疯般地在角落 这时手机上收到一条未知的 上面写着若再不停止就被杀了 不安的小龙当即打电话给其用 说若她真的死了就是被人谋杀了 接着便在停车场里小龙大的出事 不解气的她又吩咐RJ将小龙被验 接着将人带回了她进驻的公寓 此时阿海前来寻找自己的女 小龙在拿到面粉后看方法收拾 她将小白一个人丢在了夜店 阿海离开后小龙才想起了七瓦 于是打电话让她来公寓接自己 谁知七瓦竟恰巧在夜店救下小白 小白本想用七瓦来报复施暴的男女 可最后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选择了离开 而小龙因同时被两个好友撬了墙脚 糟糕的心情无处宣泄 当即决定拍下小黑的不雅视频 可最后又于心不忍感念了主 她来到阳台打电话给小白 哭着道歉请求她来接自己回家 可挂完电话就发消息通知了阿海 此时的小龙因吸食了置换的心形不笔 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她再次想起好友的背叛 以及所喜欢的男人的嫌弃 所有事情都压得她喘不过气 于是她借着醉意爬上阳台的栏杆 想寻求短暂哪怕一瞬间的派 结果就直接掉在了阿海的面积 阿海惊吓过后立即处理了尸体 并利用警署副局长孙子的身份 删除了公寓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 在抹去小红于公寓自杀的痕迹后 又给女友注射了一针置换的鸡 使小白忘记了当晚曾发生的事 而RJ按阿海的吩咐将小黑转 因害怕小黑家附近有监控摄像头 只能将她丢弃在不远处的垃圾里 就这样事情过去几天后 阿海发现女友在调查小安的死 于是情趣失控地出手打了小白 接下来她就一直联系不上 只好不停地发道歉 短信起除原谅 可越发她的心情就越糟糕 最后甚至又直接发起来 此时小白打来了变化 表示她已从七瓦那里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这让阿海的心情更是差当极限 而小黑也从小帅口中得知了真情 两人解开误会重新走到一起 三朵漂亮的姐妹花正在餐厅里聚会闲聊 突然发现有一位帅哥频频回头看向他们 当即小生讨论起了对方的家世背景 小红介绍那个帅气的男人叫做阿 不仅爷爷是警察局的副局长 父亲和哥哥也是政界有头有脸的大人 相比于小红兴致勃勃地介绍着阿 一旁的小白却是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 不想再听好友两人一直犯花痴 便借口去上厕所亲近一下自己的儿子 谁到出来时却撞到故意等在门口的阿 对方紧张又生硬地向她要到了联系方式 之后两人在交往过程中渐渐发展成了恋 小白本还担心小红会接受不了有些不误 谁知却得到了小红流于表面的假意祝福 回忆完往事的小白心情低落 因为不想再回去面对家暴她的阿 只能拜托齐瓦送她到好友小黑的宫里 白天小白与小黑一起去学校上学 谁料又碰见等在校门口的阿 为了不将事情闹大 小白带着阿海到角落里说清楚 阿海不愿分手不停向你有抱歉 可小白不能原谅他对自己使用报 还为隐瞒贩毒事事藏进好友的尸体 小黑见两人谈崩立即拉走了小子 两人刚走进教室 就听见同学们在传小黑吸毒与RJ不碰吃 小黑忍着怒气坐下就接到小帅的电话 得知被汽车撞伤的内特突然转转不知去想 失去了证人让小黑十分焦虑 当即出门找RJ质问 他将内特转移到哪里去 RJ却劝他不要再继续追查下去 好让这件事就这样就此完结 可愤怒的小黑却不愿亲力托死 小帅为了帮助小黑 来到游泳设想询问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 却一言不合意回来的RJ打起 结果受到了教练严厉的训斥 训练结束后小帅找到小黑家中 本想与他商量下一步该走 小黑却突然态度恶劣地将他赶走 接着发消息给了小红的社交账号 说自己已经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了 原来对方说手中有RJ犯罪的视频 但前提是他必须要与小帅划清界限 并且不许将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 否则就删除他想要的那个视频 而小白为了帮助小黑又找到其物 两人在新闻上看见毒犯北爬不知所 一时间失去了能起诉阿海贩毒的证据 而能证明他藏匿尸体的那一特意不见 就在两人犯愁之时 小白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 通知他即将参演的电视剧被追尺 得知上头有意要将他换点 小白立即猜到是谁在捣补 急忙杀到阿海的家中质问 谁料阿海却以主演作为条件 强迫小白与自己附和 在搞定了女友后 阿海又将其瓦约了出来 警告他别再找自己的麻烦 原来阿海已经抓到其瓦 安插在他身边的屋里 并调查到了他拿黑手党的钱 去开档公司的事 于是便用米妮的性命 及其瓦公司的存亡邀请 使其瓦不得不答应不再找他门 而阿海临走前还不忘出声提醒对方 也在靠近自己的女朋友 可其瓦一回家便打给了小白 谁料小白却不愿接他的电话 发现连最后能帮助自己的人也没有 其瓦愤怒地在家中摔东西发泄情绪 女孩只因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就遭到班级垫底同学们的憎恨 甚至故意在下课的时候 用塑料袋将她的头套住带进脚落 然后用胶带死死缠住她的手 还在女厕所里对着她泼冷水 最后丢下几句警告才潇洒离开 小白是从未经历过校园霸凌的乖乖女 受了欺负也不敢滋伤 直到一个女孩出现才将她成功解救 小红用同样的方式替她躺回了公道 在化妆师的催促下才回过了神 今天她是来摄影棚拍摄新剧定妆照的 拍摄结束后 记者们纷纷采访她作为主角现在的心情 因为这个角色之前是属于她的好友小红 小白当即表示会尽力替好友完成生前预约 一直联系不上小白的齐瓦发现她上了电视 次日便来到学校寻找她 想帮她脱离家暴男友阿海的掌握 谁知小白却承认她已经与男友不好了 并说阿海那里有她需要的东西 为了洗清嫌疑小黑再次找到儿子 劝她说出小红坠楼当天的真相 谁料RJ依然坚持当晚对方是自杀的 与此同时 齐瓦为了继续追查小红的死意 悄悄潜入了小红的房间 她撬开上所的床头柜抽屉 发现几个保存完好的U盘 于是她带着U盘找到小黑一起查看 谁知里面竟是RJ喜欢男人的证据 齐瓦表示每个U盘里都有一个人的秘密 目的是为了以此来勒索大家获得金钱 但却唯独少了关于小白和小帅的U盘 不由的怀疑是阿海收买了小红的姨妈 提前拿走了U盘威胁小白与她符号 而这边阿海还在哄着不愿搭理她的女友 承诺之后不再参与贩毒 也不再对她使用暴力 可深知男友性格的小白并不愿意相信 她想起以前小红曾提醒过自己 若不想被人欺负 就得做欺负人的一方 于是大胆张口吓唬起阿海 说会一直陪着她 直到看见她的生活彻底滚一旦 这边警方的调查开始有了起色 发现小红并非是跳楼自杀 当晚小红虽然确实爬上了阳台 但她在关键时刻又爬了下来 这时一个人打开阳台的门走了进来 男人一觉醒来 竟发现自己被女友绑在了浴缸 对方还对她露出一抹得意的威想 小白无视男友正在做的无望挣扎 咬情凶狠地质问着她保险箱的密码 见她不愿回答当今扭开浴缸的花色 眼见水位不断上升 即将窒息的阿海这才老实地说出秘密 原来就在小红坠楼的那一屋 阿海意外看到了她给小白发的消息 得知她手中掌握了女友的命 便以高价从小红姨妈手中满回了优盘 谁料竟在女友与她闹分手的时候拍上用场 小白因害怕秘密被阿海公之于众 只好被迫同意再次与她和好 然而她的内心却早已无法容忍 自己那个有暴力倾向还在贩毒的男友 于是便趁阿海与RJ打电话之急 悄悄在她的红酒里放了安眠药 见她晕过去便将她绑进了浴缸里 以阿海的生命威胁拿到了秘密 终于成功摆脱了人渣男友的魔者 当即毫不留恋地与对方一刀两断 但小白知道阿海肯定不会轻易放手 于是她便来到七瓦的公寓寻求闭口 谁料对方一见面便将她拥入怀中 七瓦脸上担心的表情与关切的话语 让小白的内心感受到了振振温暖 随即情不自禁地吻上了她的唇 可七瓦不想趁人之危 还在劝她不要勉强自己 她们所知道的之一 小红生前曾以RJ喜欢男人的秘密勒索过 并且同样以贩毒的秘密勒索过阿海 而现在唯一能给她提供证据 就是那个掌握了小红社交账号的神秘人 可对方却以别与小帅纠缠作为交换条件 小黑突然一样的态度被小帅发授 于是她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小黑 使她不再被窃取小红账号的人牵着鼻子走 甚至还上传了一张甜蜜的合照故意发出提醒 这可使暗恋小帅已久的女教练愤怒部 而她之所以能拥有小红的社交账号 是因为暗发当务 她曾来小红的公寓寻找小帅 那时因吸毒而情绪异常的小 故意说了许多讽刺的话来刺激女教练 使女教练愤怒地将她压在阳台边缘 试图将她推下去一辽百两 那么老问题又来 杀害小红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女人好不容易将刚认识的男人折腾睡着 便亲手亲脚地下床来到她书房的电脑前 打开了一个加密并且禁止拷贝的U盘 视频里她坐在床上对着摄像头羞涩微笑 随之一个男人的声音便从里面传了出来 看完视频小白立即拔下U盘想藏起来 一转身却发现齐瓦早已站在她的身上 当即慌张以为对方看见了刚才的视频 谁料齐瓦却只是温柔拉住她的手 虽然得到了对方的保证 但小白的心里依然坦克不安 甚至就连睡觉都不停地作恶魔 她梦见好友坠楼的那样 小红曾发消息告诉她 自己今晚可能凶多吉少 在死之前 她想将秘密幽盘还给她 小白刚想回复对方仔细询问 手机却因没电自动关了机 只好先在出租车上临时充了电 等她赶到小红所说的703号公司 一个男人为她开了门 可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的 小白便从恶梦中惊醒过来 一直在旁边守护她的齐瓦见她醒 连忙上前关心其他的状态 见她没事便想送上一个温柔的我 谁料却被小白条件反射性的闭盘 齐瓦不明白两人之前明明那么亲密 为何现在她却显得如此冷戴疏离 是不是对昨晚自己的表现不美 小白只好借口是担心阿海继续纠缠自己 齐瓦听完当即表示 不负保镖一直保护 可话音刚落就见阿海打来了变化 为了不让阿海继续纠缠小纳 齐瓦将她约到一家餐厅见面 提醒她警方已经找到她贩毒和藏尸的证证 建议她还是先想办法保身比较狠 然而阿海却坚持就算自己要出国 也一定要带着小白一起走 还向齐瓦提及了女友的秘密 与此同时家中的小白在电视上 看见了一个让她深恶痛绝的男人 对方现在已经在政界里混得也不忧伤 可以前她只是小白大学里的一名老师 而这个男人正是给她拍摄小视频的 心情糟糕的小白关上电视 随手拿起优盘就冲进马的 接着点燃香烟回一起过去 那时当失恋了她 将自己与老师交往的秘密告诉了小红 并要求她替自己保守这个秘密 而当时小红也曾对她撑 若自己背叛她就让她杀了自己 另一边 随着警方调查的不断生日 RJ开始害怕会被牵扯进案件 于是她想勒索阿海一笔前跑 谁料对方却一直不接她的电话 只好转而向女教练索要两百万 因为事发当中 女教练也曾来过小红的公寓 而她之所以没将对方顾问 是因为阿海对她的力量 就在两人争执之际 突然被前来的小悲和小帅状 小黑当即打电话向女警官汇放起来 而RJ见情况不妙立即撒腿逃跑 看上去一副人畜无害的小白 实际上却是心机深沉的绿茶女 只因看见自己的好友喜欢教授 便悄悄抢先一步与对方在一起 谁知教授却有一个奇怪的爱好 就是喜欢在亲密之时拍下视频 而小白因为爱选择了迁就对方 谁料却发现视频到了小红手中 认为自己被好友和爱人双双背叛 小白愤怒不已与小红大打出手 接着找到教授要与她一刀两断 却被告知这一切是小红指使 不愿意再相信你背叛她的男人 小白痛苦地选择了与她分手 而为了让阿海不再纠缠小白 齐瓦将对方约到一家餐厅见面 可阿海却故意说出了小白的过去 目的只是想从她的手中要不应用 还说每当小白犯了什么错的时候 就会故意忘掉假装不曾发生 阿海的一番话成功影响了齐瓦 就在她回家想独自消化情绪时 一直在等门的小白决定向她打 可还没等她将话说出口 齐瓦就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 并承诺会一直陪在她身旁 这句话再次感动了小白 忍不住在她面前流下了眼泪 与此同时女教练因小黑的暴击 被警方叫到警局补录事发当天的口诺 女教练承认擅自使用了小红的手机 但却强调自己并没有杀害对方 而当晚她之所以会去公寓找小红 只是想将与RJ鬼混的小帅大会接力 谁料正好看到小红想要跳楼自杀 然而最后她因没有勇气选择了放弃 两人在阳台上为了小帅大吵架 她一气之下本想将小红推下来 但最后李治却使用放开了手 转而拿起小红的手机威胁要曝光她曾做的肮脏事 就在小红要抢回自己的手机时 一旁的RJ一手肘敲空了她 两人在一栋晕死的小红的路上 女教练趁机用她的指纹解锁了手机 这才成功得到了她的社交账号 而RJ则是将小红抱进了703号房间 那么又到了老问题的时间 到底谁才是凶手 百万网红一夜间离起死亡之女 将在这一集彻底解开谜译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警方找到当晚在场的嫌疑人顶教练 得知是她擅自使用小红的手机 发送了703号房间的地址给小红 于是女警再次找到小黑和小帅 希望两人再向小白询问更多细节 小白只好努力回忆那夜发生的事 可却怎么都想不起开门的人是谁 直到小黑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假设 觉得杀死小红的人就是帕特教授 因为对方具备十足的杀人动机 毕竟她有不雅的视频在小红手中 而最近她在政坛中混得有声有声 并且她的妻子也刚刚怀上了女儿 害怕前途与家庭会音效红而被捕 教授极可能做出杀人灭口的行为 然而就在几人正在讨论的时候 教授已经将RJ和阿海约了出来 商量该如何躲避警方的追查 阿海坚持要带小白一起跑 于是教授在半夜打电话给小白 说有些事情想与他聊聊 而对方的声音瞬间让小白想起 那夜开门的人正是教授 打完电话教授给了RJ一笔钱 表示要送他去坐车离开这 但RJ十分害怕会被教授灭口 于是趁其不备迅速下车逃 跑到角落后立即打电话给小白 将教授杀害小红的是说了出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教授忽然袭击 教授用枪威胁RJ 不许将他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接着才承诺会放他离开 但RJ根本不相信教授 他趁教授接电话的喷起 上前抢夺对方手中的枪 就在两人争夺之时 枪突然走火打中了教授 而此时小白还在家中傻傻等着教授 却发现来的人竟是阿海 阿海为了让小白跟自己逃跑 紧紧抱住余友不断向他啃去 说那晚转移尸体都是为了的 可小白还是坚决拒绝跟他走 阿海只好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人 趁小白接电话之际将他迷晕 迷糊中 小白看见教授绑架了小红 并在争执过后给他注射了毒品 等小白再次行 却发现自己已在七娃的床上 七娃表示昨晚去家中找小白 正好看见阿海带着昏迷的他要离开 于是便报警将阿海抓住 小白将记起的事告诉了警察 证明教授就是杀害小红的凶手 几个月过后 又是一年的四月一日 这天也正是小林的忌日 好友四人又聚到了一起 小黑为了庆祝余远景 故意让每个人都撒一栋 看谁说的谎话最真实 于是小白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 小奶奶 被婚卡 然而因为是余远景 所有人都没将这句话放在心上 殊不知最真实的谎言就是真相 小白看着之前三人的合照 又想起了事发的那一笔 她用花瓶将伤害小红的教授砸倒 接着便要带着小红离开这 谁知小红却推开她走向阳台 情绪失控地嘲笑小白愚蠢至此 完全不知道自己一直都被理 望着眼前不停嘲笑自己的小白 小白意识愤怒伸手将她推下了膊 等她再次回过神 小红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当即慌张地逃离的703号房间 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的小红 眼上挂着一抹神秘的微笑 因为现在真相已经不再重复 死去的教授成为了她的替死鬼 身为真凶的她将永远逍遥法外